美国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,执行自由航行使命,美国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,2018年11月21日,在香港评靠美国媒体报道,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巡洋舰星期一在南中国海,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航行,招致中共的外交抗议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,援引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,美国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,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航行,挑战过分的海洋主权声索,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的开放。 中共趁帕拉塞尔群岛,为西沙群岛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,援引若干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,中共对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,提出正式外交抗议。 美国海军,已经在南中国海,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。 中共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,拥有主权美国官员说,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执行航行使命,使有一艘中共舰船跟踪。 中共对美国的自由航行使命十分戒备,尤其是美国舰支靠近中共填海造地和部署了军事设施的岛屿的时候。 今年9月底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,USS Decatur号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,中国城南沙群岛,进行自由航行使命期间,驶入了南薰礁Gavin和赤瓜礁Johnson 12海里内海域。 美国海军说西间一艘中共军舰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动作,接近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,最近距离只有大约40米。 。